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0年9月21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 今天早上的无聊 看了一个网上的视频 就是关于北京的学区房的一个事情 看了也挺唏嘘的 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在北京啊 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 就是幼生小的时候 能进一个好一点的小学 那就一定要买北京西城区的学区房 随便一套老破小 四五十平呢就要一千多万 每平方得二十多万人民币的价格 那即使这样呢 还是有很多中国家长是趋之若鹜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孩子成长的一个起跑线 教育的起跑线 在北京呢 即使这么一个守善之都啊 这么一个好的地方 他的教育资源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平均的 基本上呢 好的学校资源都集中在东城西城海淀 好像是叫什么东西海 还是西东海 反正就是在这些好地方 如果在西城东城实在买不起学区房 那怎么办呢 还有退而求其次 到海淀 海淀这边呢 就是属于做题家的乐园啊 或者说是鸡娃牛娃的乐园 就是从小要学习各种各样的课程啊 课外 然后课内 然后家长跟着鸡娃牛娃 反正就各种各样的鸡血吧 那个段子就是从海淀传出来的嘛 就是说七岁的小孩掌握了1500个英语单词 到底够不够 那一个经典的回答呢 就是在美国肯定是够了 那在海淀区呢 那就不太够 还差得远 就是这么一种比较荒诞的途径啊 那我看在当中呢 也觉得也挺心酸的 或者挺唏嘘的啊 就觉得小孩子还这么小 也就是六七岁七八岁的样子 然后整个孩童时代啊 就没有什么自己玩的时候 没有什么放松的时候 眼睛一睁 然后就开始学习上课读书 然后下了课呢 也不得闲啊 还要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辅导班 参加完课外辅导班 回来吃个饭 吃完饭以后呢 稍微休息个十几二十分钟 然后家长又开始辅导作业了 各种各样的什么奥数啊 什么英语啊 乐器啊 篮球啊 体育啊 什么跆拳道啊 武术啊 画画啊 各种各样的 如果女孩还要学习这种什么形体啊 礼仪啊 舞蹈啊之类的 反正就是没有任何童年 没有任何自己的时间 没有玩的时间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内卷式的社会啊 整个社会 大家都是拼了命的往内去竞争 就仿佛就一个罐子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虫子啊 各种虫子互相咬 互相拼 杀到最后呢 成为最后胜出的那个虫王啊 有点像这种羊骨的感觉 我记得以前有个动物世界也是这样的 就一小片水塘 水塘里的水呢 在快速的蒸干啊 太阳升起来了 里面的水在快速的蒸发 里面有一帮小蝌蚪嘛 刚刚产完卵生长出来的小蝌蚪 它必须要在水塘的水全部蒸发完之前 长大 长出腿 长出肺 然后跳出这个水塘才能活下来 那长得不够快怎么办呢 就只能同类相识啊 把自己的兄弟姐妹给咬了吃了啃了 然后尽快的把他们的血肉变成自己的血肉 长大 成为一个青蛙 然后就能跳出去了 这个内卷实在是太惊心动魄了 看得真是眼睛有点发酸的这种感觉啊 那罗宾大叔也是家长 我对于这种实在是提不起半点兴趣啊 我们家孩子们是美国国籍嘛 大家都知道赴美生子美国国籍 但是呢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 国内这样的环境当中 其实也很难免俗的 我也知道很多这种美宝家长 家宝家长也是非常积雪的啊 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课程啊 那稍微有点不同的 就是针对美国或者加拿大 他们的那边的教育体系 准备的这种课外课程 英语当然是必不可少啊 然后还要加上一些 能够符合西方这些的教育的准备啊 希望能够考上一个什么长春藤啊 爬藤啊之类的 也是一种另一种形式的内卷 那当然罗宾大叔的主题 主要是关于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啊 那也让我想起了签证当中 现在似乎这个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这个通货啊 也会比较难 然后这个难度也会逐渐的上升 那其中呢 除了这个川普总统 他上台的一些因素啊 他可能对于来自中国的华人啊 他越来越不看好 越来越不友好啊 然后中美关系也是一方面啊 很早2017年 应该这个中美贸易战 就差不多打起来了 然后随着一系列的 互相的攻击杯葛 氛围也越来越紧张 那在签证当中 这个内卷也当然是存在的 尤其是在我们华人文化圈啊 中国人申请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也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内卷 什么叫内卷呢 就是同一个族群 在一个受限制的资源有限的环境之下 无法向外发展 只能把在同一个环境之中的同伴 当做竞争的对象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大家申请美国签证啊 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就是签证官无非也就问一下啊 去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啊 旅游 或者呢去美国去看亲戚 看朋友 然后再问一下 你户口在哪里啊 学历如何啊 收入如何 差不多问一下 就给你过了 啪一个章 然后就直接给你通过十年美签了 那后来呢 就是因为啊 就是各种各样奇葩的签证申请人 越来越多 那比如说有的就是做假嘛 那工作不太好 或者说压根就没有工作 去做个假的工作证明 然后被发现了 有的呢 是拿到签证以后 去美国生孩子 然后就逃费啊 不要说天价账单了 就是正常的医疗的费用 也给去逃了 一般在美国生孩子嘛 都是先给你提供服务 然后再寄账单给你 或者说提供完服务以后呢 再去医院这边去结账啊 有的就心思比较坏的 直接就逃单 或者呢 就去听信人家的一面之词啊 听信人家的不太好的建议 申请什么白卡之类的 反正就是千方百计的 不支付 应该支付的这些医疗费用 那还有的呢 就是索性拿到签证啊 就跑到美国不出来了 黑在那边也好 申请证币也好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吧 总归是他们不太认可的方式 来滥用了美国的签证啊 还有的就是口口声声说 我是去美国去读书的 或者我是去美国去旅游的 大多数是女性啊 然后到了美国以后 转头就找了个美国人 或者美国绿卡持有人啊 就结婚了 然后就留下来了 这种呢 虽然美国的法律 没有明文禁止 但是呢 始终是不鼓励的 那这样的事情 出的越来越多呢 对于美国签证官也好 对于美国的美领馆也好 他们就觉得 你们这个 怎么不按套路来啊 怎么不按规矩来啊 那他们对你们的防备心呢 也会更加的严重 就像以北京为例啊 以前赴美生子 城市签还有的时候啊 前两年还是挺简单的 签证官就问一下啊 你们的预算是多少啊 有没有准备充足的预算 然后呢 你们有没有预约好医生啊 这类的啊 大概问一下 差不多那个意思就给你过了 但是后来呢 就是可能是因为有一些 赴美生子的家庭就逃费啊 然后跑到那边就黑下来啊 导致北京那边对于 赴美生子城市签 非常非常的反感 城市签的通过率呢 也是急剧的降低啊 后来大家可能知道 去北京申请城市签 它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有的签证官甚至要求你 第一要买这个高额的运产保险 第二呢 你要支付全额的所有的费用 包括给医生的费用 包括给医院的费用 全额支付 他不管你有没有签证 是什么时候去 你先全额支付了费用 我再给你签证 或者我再考虑给你签证 这个费用大家都知道 还比较高的 医生医院都加起来 一万多两万美元 这费用你先打过去再说 你打过去把证明拿过来 我看到了 这个叫全款函 我看到了你有全款函了 我在考虑给不给你过 甚至有的家庭 你是已经买了保险 也把全部的费用也打过去了 还是不给你过 还是给你打回来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内卷的原因吧 就是前面有人挖了坑 导致你后面就掉进这个坑里了 这也是很明显的一个内卷 导致的一个后果 那还有就是很多了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了 就口口声声说 我这个在国内 有很多的约束力的 我父母在国内 我子女在国内 我在国内有很好的工作 我在国内有很好的发展 我绝对不会黑在美国的 然后呢 签证官也就非常天真淳朴的 相信了你 给了你签证 谁知道一拿到签证 转头就跑到美国去黑下来了 这个真的是 啪啪的给人家打脸啊 虽然人家惩罚不了你 短时间之内惩罚不了你 但是他可以惩罚后来的人嘛 对于签证官来说 你们中国人 中国申请人都是一个整体嘛 既然你们都那么不讲诚信 那我就从严审核了 像你们这种类似的情况 我全给你们拒签了 对吧 就像大家一直在传的 什么敏感地区 福建的这个福清 什么福建的福州地区啊 然后还有东北的某些地区 他就是评估下来 你们这些人拿到签证以后 黑在美国的概率实在太高了 那我就是如果碰到 来自于这些地方的 户口来自于这些地方 或者你们出生在这些地方 我就给你从严审核 我就一定要好好看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可能性 会黑在美国 但凡他觉得你有1%的可能性 会黑在美国 我就不给你签证 我就拒签你 我就以最大的谨慎为前提 这个也就是非常典型的内卷嘛 就是前面的人 把后面的人的路给卷没了 像加拿大签证也一样啊 加拿大签证这个通过率 也是逐年在降低的 我这里主要说的是旅游签证啊 那也是这么多的人都是 拿着签证就转头就跑到加拿大黑下来了 或者拿着签证转头就跑到加拿大生孩子 然后不付这些费用啊 然后各种各样的逃费 各种各样的占便宜 加拿大人呢 相比美国更加的白左一点啊 他这种吃的亏肯定也更多 那到后来人家就肯定从严审核嘛 加拿大拒签 大家可能申请过的知道啊 一共也就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资产不满意 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你国内的约束力 他不满意 他一共就这两个理由 可能他说的有点笼统啊 也从一定程度上也能佐证了 他对于中国申请人 为什么不给你签证 他为什么拒签你的一些原因吧 可以当中溃出一些原因啊 那这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内卷 学生签证啊 美国学生签证 F1签证 J1签证 也是最近就大家都看的太多了 一个就是什么军民融合 拿到了技术 转头就回到这个国内去了 也不管你这个有没有专利 也不管你这个是不是企业的机密啊 反正拿回去 我用了再说 还有的就是签证啊 拿着签证 完全就是拿着这个学生签证 当一个跳板 就有的人你的专业和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然后就申请一个签证 比如说你国内学的是文科 然后就去学一个什么理科专业 或者学一个完全不知所谓的 什么中医中药专业 或者什么中国文学专业 这种的 完全就是把这个签证 当做一个能够长期留在美国的一个跳板 那对于签证官来讲 一开始可能还比较天真纯朴 我觉得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啊 有自由选择权的人 你完全有选择权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专业 去美国就读 一开始肯定也是说的很好听的 我这个去美国学习啊 我完全不是为了留在美国 我拿这个签证呢 就是去为了去美国学习专业知识啊 学习专业本领 然后回到中国呢 有更好的工作发展 或者回到中国呢 我可以去继续我的职业 更有甚者让公司出一个什么函 说回到中国以后呢 我们的职位还给他保留着 或者呢还会生情并茂的说 我的父母 我的母亲在国内 我一定要回来给他养老送终的 我一定要回来给他照顾他的 然后签证官听了往往也很感动啊 觉得这两大杀器啊 第一杀器呢 就是说我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吧 还有第二大杀器呢 就是中国人的这个亲情啊 这个确实非常的浓厚 那就签证给他吧 然后谁知道 刚给完签证 可能转头没多久 马上就啪啪又打脸了 到了美国那边 又是什么转专业啊 然后到了美国 要是找个美国人结婚啊 或者直接就黑下来啊 或者申请证币啊 反正各种神操作啊 无奇不有 那对于签证官来说 真的人家也是上社交网站的 人家也会看美国的这种新闻啊 这种事情听多了 看多了 他自然就觉得 你们中国人怎么都把我们当傻瓜 都当白痴在耍 那我以后申请这个签证 无论是旅游签证 还是学生签证 那一定要给你们从严审核 你们中国人太狡猾了 那自然就会有这样的情绪啊 你不要指望美国人 他就说啊 永远是按照规则 永远是非常严谨客观啊 就像机器人一样给你审核 那人家也是人啊 人家也有这个情绪啊 人家也会有这种想法 小小的心思啊 你们骗了我这么多回 我为什么还要 以这种天真淳朴的方式 来对待你们呢 就像你是以丛林法则 以这种中国传统的 三十六计的啊 骗养鬼的这种方式 去对待人家 人家干嘛还要 以这种这个非常文明的 非常绅士的 非常这个平等以待的 把你作为一个独立的 有尊严的人去对待你的 人家就觉得你这个 不配拥有这样的资格吧 那这当然白左 可能不同意我这样说法 但大多数有一点情绪的人 有一点自我尊严 自我要求的人 他可能觉得他的智商 他的以成相待的这个道德啊 受到了侮辱 他为什么还要给后继的人 这么轻易的就给你签证呢 那就导致了中国人申请签证 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签证 都越来越难了 旅游签证 学生签证 访学签证 还有啊就是有很多 来自于这个国内的学生啊 也就是大多数都是那种 非常好的学校 清华北大为首 什么985211的 拿到了旅游签证 然后呢就顺便拿着旅游签证 去美国去考察了 去跟那个导师勾兑啊 聊骚啊 去人家那个实验室 去人家的学院里面 去实习一下 去帮忙一下 工作一下 甚至有的还拿点钱啊 什么的 有的称之为叫什么鼠言 反正就是其实是一种工作性质的 或者和这个学术方面性质有相关的 你拿着鼻泪签证进去 然后这样的情况还非常的普遍啊 有很多这种学生这么去弄完以后 然后拿到了导师的offer了 然后拿到签证了 然后还会得意洋洋的回来 在各种签证论坛里面 分享你的这个成功的经验啊 大家看 我拿着鼻泪签证 先去那边跟导师沟通啊 然后去那边工作一段时间 实习一段时间 然后就哎 你看很顺利拿到offer了 哎 你看我现在F1也拿到了 我直接就去美国了 这个多简单多方便啊 然后后面的这个学弟学妹们觉得 哎呦 这个真是一条进路啊 那纷纷就拿着鼻泪签证去了 像这种高校学子啊 尤其是好一点学校的学生 拿鼻泪签证还是比较简单的 只要你身家清白啊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都是我也给你过的 那你这么用的 一用用太多了 人家就发现了 你们这个不是滥用旅游签证吗 这个一定要把这股歪风给杀住 那就后来就导致了 有一大批来自这种好学校 清华北大为首的这些学生的 笔类签证被大规模的取消 那后面呢 对于学生签证也都是从严审核的 觉得你们都不按常理啊 不按规则来 全都是自己有一套自己的小聪明啊 在那边玩 玩来玩去的 然后就把自己的签证给玩没了 那这个也是内卷啊 各种各样的内卷 各种各样的内耗 各种各样的小聪明 把自己的路越弄越窄 然后回过头来再骂美国人啊 你们怎么这么种族歧视啊 凭什么我们中国人申请的签证就这么难呢 你们是不是对于我们这个中华民族 有什么成见在里面啊 是对于我们GDP快超过你们了 是一种嫉妒的心态对吧 就各种各样的就是自己先前面先作恶 做完恶再转头骂别人来防备你 就好像一个强盗住到一个小区里面 然后骂人家 我住进来 你们就在门口装上铁门 装上警报系统了 你这是对于我们的歧视啊 就这种形态就非常像 你如果自己做的比较好 那别人自然对你好 你如果做的差 你就不要去骂别人去防备你 对于签证这个事情 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为什么拒签率越来越高 为什么美国在中国这个签证迟迟的不恢复啊 逼着很多申请F1签证的 学生签证的学生们都跑去那个柬埔寨申请啊 柬埔寨弄的现在也是非常难 这一方面这个柬埔寨申请每签的档期很紧啊 人家一共就三个签证官 然后每天就没有多少这个签证档期可以预约 然后呢又要去秒杀 然后那边的通过率也不高啊 你跑到那边拿不到签证 你对你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麻烦 都是把自己的路全给堵上了 这种内卷真的是太可怕了 就像北京学生 北京小孩的这种内卷一样 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然后最后发现自己就是那个始作俑者 自己就是当初的那个变成了恶龙的俑者 这种情况真的 我觉得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当然我知道我在这边说两句也没有任何作用啊 也没有毛用 大家还是该干嘛就干嘛 该内卷就内卷 该内耗就内耗 该欺骗就欺骗 该黑就黑 反正就是该干啥就干啥 我去了美国哪管你洪水滔天 只是想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路啊 真的那么难走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跳出这个羊骨的笼子啊 为什么要跳出这个繁笼 跳出这个内卷的地方啊 好了那基本上想讲的就是这些了 那如果对于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赴美生子 附加生子 或者移民有兴趣的 也可以添加楼宾大叔的微信咨询啊 当然所有的咨询 所有的签证代办服务 所有的签证咨询服务都是要收费的 移民咨询也是要收费的啊 大家在添加的时候可以先三思 我愿不愿意付费咨询 否则这个添加上又删也挺麻烦的 也是挤占了其他愿意付费咨询小伙伴的添加名额 楼宾大叔的微信早已经满了 现在加一个人就得删一个人 也希望大家珍重 想好自己今后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